小臣阿罗汉以上 有辟之福 有别教三贤菩萨 别教的三贤 是住 是行 是会详 原教里面 有是行为的菩萨 这都是没有超越舍法界 超越舍法界的法身大死 四十一位法身大死 再望上去 舍法一切诸佛如来 这个世间人有难 这个世间人很苦了 他们能不来吗 越是有苦难的地方 越是忧心来照顾 这些佛菩萨来照顾 为什么不照顾我啊 我很苦啊 为什么没来照顾我 其实 每一个人都照顾到了 你不认识 你没有觉察到啊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 善财通子 善财通子只能够一生 证得圆满 圆满 他的秘诀 就是把一切众生都看作佛菩萨 像十六大欧乱化身 就在我的周边 我从早到晚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全是诸佛菩萨 凡夫就是我一个 恭敬心生起来了 真诚心生起来了 离尽的心生起来了 普贤的诗愿 全做到了 他怎么不成佛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呢 我们就是看到佛菩萨硬化 他是凡人 还得批评他 这怎么能成佛呢 善财通子的做法 有没有过分 不过分 不过分 善财做法是真的 为什么是真的 佛在大臣经上说过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善财通子没看错 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是佛 蚊虫蚂蚁都是佛 无情众生也是佛 花草树木都是佛 山河大地都是佛 那他身在哪里 他身在极乐世界 他不成佛 谁成佛 是心是佛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了 把一切众生都看成佛 把蚊虫蚂蚁都看成佛 把树木花草都看成佛 他成佛了 佛眼睛看众生全是佛 众生眼睛看佛 佛如来全是众生 这就叫做事先做佛 我们本来是佛 但是我们事先做众生 没有做佛 要做佛就对了 就是没做佛 这个意思要懂 这是真实的表发 究竟的表发 圆满的表发 不能说佛菩萨不慈悲 佛菩萨确确实实 时时刻刻照顾 一分一秒都没离开 只是我们自己糊涂 自己没有觉察到 自己生在自身烦恼之中 烦恼本来是没有的 自己起心动念 分别之处 全错了 生烦恼 善才这一个表演 这么一转 我们明白了 真明白了 向他学习 这就对了 就这么一转称